大家好,我是抄子 今天给大家分享两种腌大蒜的方法 糖醋蒜和酱油蒜 现在大蒜刚刚上市 花十块钱买了四十头 将大蒜去掉蒜梗 扒掉外面的老皮 放入清水中,反复清洗两三遍以上 将大蒜彻底洗净 洗至水不发昏为止 洗好以后稍微控水 锅中做半锅水 水的量要没过大蒜 放入半袋食用盐 用勺子搅拌将盐融化 再次将水烧开锅 水开以后关火晾凉备用 控干水分的大蒜放入盆中 倒入晾凉的盐水 用盐水浸泡一晚上 大概十二个小时左右 用盐水浸泡可以去除大蒜的辛辣味 杀掉大蒜的锐气 还可以使大蒜入一点底味 十二个小时以后将大蒜倒出空水 彻底晾干水分 把水分控干净 腌制大蒜的时候不容易烂 接下来我们调两种料汁 第一种糖醋汁 没有油的锅中加入500克清水 放入400克红糖或者白糖 喜欢白盐色的就放白糖 加入400克米醋 要想糖更甜 必须加点盐 放入10克盐 开大火烧开锅 将所有的调料融合在一起 煮至沸腾以后 关火晾凉备用 接下来做第二种酱油汁 没有油的锅中加入300克清水 放入300克黄豆酱油 黄豆酱油买不到 也可以用普通生抽酱油来代替 加入100克米醋 放入20克冰糖 同样开大火烧开锅 将所有的调料融合在一起 煮至融化沸腾以后 关火晾凉备用 找一个干净的 无油无水的罐子 放入晾干水分的大蒜 两种做法 分别用两种容器 分别倒入晾凉的糖醋汁 酱油汁 料汁 没过大蒜就可以了 这两种料汁的做法 能做5斤大蒜左右 腌制的时候 全程最好不要接触油 否则容易变质 两种方法 做法非常简单 味道也不错 第二种酱油汁 口味重的可以加入一点盐 最后分别放入少许高度白酒 也可以防止变质 腌好的大蒜 盖上盖子 或者封上保鲜膜 放到阴凉干燥处储存 放一年都不会坏 腌制10天左右就可以食用了 喜欢吃腌蒜的同学 可以试着做一下 简单的家常菜 不一样的味道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点赞 再忙再累 记得按时吃饭 下期视频见 拜拜 拜拜 拜拜